二哥哥,你说阿怨他们怎么都这么大了,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也才比他现在年长几岁,那时候你可凶住呢,冷冰冰的,让人害怕住呢?你怕吗?我,我怕,我自然怕,蓝家二公子谁不怕啊? 魏无羡被他一句话噎住,随后又笑住逗弄人,既是怕便听话些,蓝忘机一边为他竖发一边温声道,哪里不知道他的小心思,这人恐怕连怕字都不知道怎么写,哪里又会怕他?听话,献献最听话了,说好了,魏英,二哥哥,你真好,爱你,爱死你了。 看着魏无羡如墨的长发和轻轻飘动的烟红发带,那明亮的笑容好似少时一般,不禁让蓝忘机心里一动,目不转睛地盯住他。 怎么了?蓝战,我脸上有,话没说完便被温热的唇堵住了剩下的话语,蓝忘机抓住他,不老实地手压在墙上,这一吻从几分的粗暴变得慢慢柔长,温柔中是竖不尽的情意。 被蓝忘机放开时未无限成功地又脚软了一下,他想起当年自己也被这人吻软,这么多年过去了,他还是会这般,只是不同的是那时候这人吻完自己就逃跑了,而现在却是抱住自己好好地坐在床榻之上。 蓝战,你变了,哪里变了,变得更有魅力了,像,像天子笑,越来越有味道,醉人呢,完了,我要醉倒在你的衣衫下了。 说住身边便真的往蓝忘机怀里靠,手不老实地到处摸。 别闹,魏英,二哥哥真小气,哎,哥哥,你是不是好久没捅我洗澡了? 我这醒半月多了都没见你捅我洗澡,我在外面洗了,外面? 我这磨一个风流倜傥,英俊帅气的人在家你还能在外面洗澡? 今晚,今晚我要你同我一起洗澡,洗完了,让小爷我采采花,魏无羡带了些坏笑。 不行,你才好,我现下好得很,怎么了? 二哥哥,你不想,还是说你,嘿嘿,魏英,别闹,等下带你去采一阵走走,真的? 真的吗?好嘞,不闹,我不闹,一句话就让魏无羡激动地站了起来,暂时把那小心思收了。 他闷了这抹酒,出去游玩大过了所有。 真的,我要吃好吃的,行,好玩的也要。 嗯,能不能,能不能? 不行,蓝湛,我都没说完你就说不行,再养两月我便许你喝。 好吧,谁叫我听咱哥哥话呢? 兴高采烈地在采一阵游玩了一圈,五年过去了,好似又多了些烟火味,热闹了许多。 他们还去看了温宁和阿红,温宁隐居山中,还养了些小鬼怪,教导他们向善。 阿红也重新寻了肉身,继续她的老板娘生活,两人见到魏无羡,话不多,却是把所有的感情都流露在眼中, 流露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,每个人都慢慢有了自己的方向,有了自己的生活。 魏无羡只觉得这一刻,真的很好,很好,回去十天都黑了,他玩得一身细汗,身上黏乎乎的直男兽, 见蓝旺鸡打了热水进来,他脱光了就枉筒里钻,舒坦。 二哥哥,你身上不黏糊吗? 我等会洗,一起呗,吴氏,你先,你之前都不会拒绝我的,怎么了? 莫非五年后的蓝湛还害羞了不成? 蓝湛,你说你,我都不害羞,你害羞啥,还弄个屏风挡住,别闹,你先洗,我在外面,有事可换我。 哼,真狠心,魏无羡这个人也直熬得很,他也不再去哄那人进来,心里却是痒痒的。 洗个澡而已,那人越是不同意,他越要让他一起,想了想,他便不出声,连水声都没有。 果不其然,蓝旺鸡半天,莫听见洞净还以为他在里面睡住了,急匆匆地就进去了,见人真的在浴桶中睡熟了,宠溺一笑,便要去把人抱出来。 只是刚弯下身边被那人拽进水中,二哥哥,一起洗澡呗,蓝旺鸡脸色一变,急忙就要出来,却被魏无羡勾住脖子不好动弹,他又怕自己使劲弄伤人,只得轻声哄他松开。 可魏无羡却是不买账,湿都湿了,就一起呗,别闹。 二哥哥,你不对劲,魏无羡见他几分慌乱和躲闪,总觉得不对劲,正常的蓝旋只会把他狠狠地拥上来,半分雅正端方也无,现下这人却是这般敌处,怎么也说不通。 并无,真的,魏无羡收了笑意,手却是去解他的衣衫。 魏英,蓝旺鸡慌乱中一把抓住他的手,语气凌厉了些许,松开。 魏英,蓝湛,你不松开,我便生气了,魏无羡看住自己被紧抓住的手,语气一冷,他慢慢抽出自己的手,继续解开蓝旺鸡的衣衫,看住脸色越来越难看却不敢再阻挡的人, 终是把那衣衫吞下,蓝旺鸡,你,入目是满背纵横交错的戒边伤痕,怪不得他逃避,怪不得他躲躲闪闪的。 魏无羡只觉得自己心里堵住一团火,烧得他喘不过气,心疼又气愤,头也一阵阵地发晕。 你,真,蓝湛,你,魏无羡大口喘住气,话都说不完整,气极了,心疼极了。 抓住蓝旺鸡便颤抖得厉害,恍惚间他感觉自己眼睛酸涩的厉害,疼,疼得难受。 从来都是魏无羡惹蓝旺鸡生气,这一次他也假装生气,狠狠抹去眼中的湿润从浴桶中爬起来,这个人总叫他要疼爱自己,可他自己却也不曾做到。 这磨大的是,这磨重的伤,那时还要照顾自己,也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。 那每一道伤痕都是为了自己,从前是,现在是,从醒来,第一次这磨的安静。 魏无羡默默地爬上床榻,面向墙壁的李侧背对助澜望击。 想到种种,想到那受刑食血肉模糊的借边伤口,他就忍不住地攥紧了手指,紧咬住唇,似乎是被他咬破了,丝丝的血腥甜味从口中蔓延开来,可还是那磨难受。 魏英,蓝望击看住背对助自己躺在床榻上不说话的人,心知自己该是惹了人心疼气氛。 他轻唤了一声魏无羡,可那人并不说话,也不理睬自己,只得收拾了屋内的一地狼藉,随后小心翼翼地掀开,被子躺在魏无羡身侧。 魏英,李李我,我知错,你罚我可好。 见魏无羡还是不说话,他便试探性地去摸摸他的手,小动作不断。 别恼了,我在后山埋了天子笑喝桃花醉,等你再养几月,我许你多喝些可好。 又或者,你想去哪里玩,想怎样,我都依你,离离我吧。 魏英,蓝望击从被子里又轻轻碰了碰魏无羡的手,发现他依旧握紧住,又温声道,别攥紧拳头,手指会痛,还是不想理我吗? 面对依旧背对助自己不说话的人,蓝望击无奈一笑,随后起身,竟是把床榻移动出一个人的位置, 孩子气似地走进去蹲在魏无羡的踏前。 别咬,他看现魏无羡眼中,近住红,狠狠地咬住自己的唇,像急了后山时常被欺负的小兔子。 委屈的模样令人心疼,急忙捏住他的下颌,让他松口。 别动我,魏无羡几乎被他气笑,松开口的同时,声音沙哑道。 破了,蓝望击心疼地松开他下颌,用手往他唇上轻轻擦了擦,抹去那咬伤处的血迹。 这个人生气也这般令人心疼。 我错了,说话间他慢慢向前,去吻向他唇角,魏无羡气也不是,笑也不是。 留下的,只有那树不尽的心疼,谁说这个人是个小古板,他看他倒是比自己还懂得讨人欢心,也发狠地回应他的吻,随后一把扯住他,把人拉向自己,死死咬住他肩触的衣衫,魏无羡舍不得咬他,只能这样发泄自己的情绪。 咬吧,蓝望击用手摸了摸他后勺,轻声道,他发现了这人当真气狠了之时,总会咬自己的衣衫。 瞒住这人去领界编织行他,本就是有心未知,现下哪怕是这人撕咬的是自己的血肉,只要能消气他也是高兴欢喜的。 魏无羡咬完了,身上力气也用尽了一般地躺在床榻之上,没有再被对住蓝望击。 平躺住看向屋顶,没有过多的纹路装饰,就只是淡雅的暮色,蓝望击也不敢再多言,不被对住自己那便说明气消了些,躺在他身边安安静静的。 直到身旁的人慢慢呼吸匀衬,这才松了一口气把人搂在怀中慢慢睡去。 待他惊醒之时,天还蒙了灰,并未完全发亮,怀里身旁却是空落落的。 反应过来一下便坐起,慌乱套上衣衫便往外去寻,是他大意了,自从未无限醒来。 每每只要搂住人入睡,他总能睡得安好些,这人生住气,也不知道去了何处,心下一集便慌乱地去寻。 刚要出门,便看见门上沾了个小纸人,上面写著,蓝站,我在后山,蓝望击这才松了点气。 幸而这人哪怕生气,也会给自己留个资讯,不然他该是要担心到何种地步。 可还是忧心地出门便往后删寻,这人一贯要睡到午时的,天还未亮便出了门去。 虽是留了资讯,他也担心得厉害。 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人,蓝望击心下越发地慌乱,额角都带了些细汗。 他有些急切地唤了一声贪名,没有任何的回应,可熟悉悠长的曲子却慢慢传到耳边,是他之前给这人唱的望线。 听住这曲子,蓝望击心跳有些加快,他顺着曲子一路寻去,周围是一片深绿的树,曲子就环绕在耳边,他心跳快得厉害,四处寻视后, 视线终于锁定在最高的一棵树上。 一瞬间圆是跳动得快蹦出来的心脏一下,便停止了心跳一般,呼吸却是越发地沉重和急促。 晨光洒下来,树上的人一身红衣,修长的身躯随意搭在树上,手中执意长笛,风起。 烟红的发带随住如墨的长发飘动住,俊朗的脸上带住笑意,自信又张扬,明亮如少时,是他的少年。